我们来到这一条关于Graph的题目 LMC是一个Teleco communication company 有一个无线上网服务 他评论Package A的计划 每个月用1.5G就给$190 每个月用3G就给$310 X就是每个月用的数据 Y就是每个月的月快 Y就是每个月用的数据 就像用一个比例 现在有2点给你 那你就用2点形式 所以就是计算 Y-310 over x-3 等于Sloat Y等于80 X加70 X就是每个月的数据量 Y就是相对收费 Y就是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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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几个月之后 LMC就行另一个Plan 叫Package B 那这个月费就是2Z 那它的条件是怎样呢 看看这段 就说如果不超过1Gbps 基本收费就是$850 那如果用超过1Gbps 那如果用超过1Gbps 每1Gbps就收$200 这个留意 In addition to basic free OK 就是说这$850就收紧了 OK 你多1Gbps 每1Gbps就收$200 最尽就收$500 那这条线 你猜到呢 如果有些收费不变的话 就是那条环线 应该开头 由0 X由0到1 这段都应该是环线 $150 接着去到这个 1Gbps 1Gbps 就会上到$200 1Gbps 那问题就是上到多少 才要停呢 就上到$500 那这里呢 就特别之处呢 就是说 这个每Gbps收$200 那其实就代表一个隙子 就是每Gbps 每Gbps就收$200 那什么时候上到$500 那你要算少数 其实 那图就会是这样 就是说 你由0到1 这段时间就收$850 那上到$200 一Gbps 那人就说 到什么时候才会到$500 那你要算回隙子 就是这个你当为未知数 你当为未知数K 那才算 那现在就变成了 就是$500-150 超过K-1 这个呢 就等于$200 因为这个呢 其实就是每Gbps的收费 那所以 我们就算到K 就是2.75 因此呢 这里呢 就变成2.15 然后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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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到$500 以后呢 就不会再加了 一路幻线 OK 所以整个的设定呢 最难的地方 就是找回它 它用了多少Gbps 才会立刻收$500 就是2.75 这个 这个 再加上去 这样 这样 OK 有需要的 你可以按Pause 看一看 好 继续 现在 B2就说 Andy 就是平均用2.5Gbps 就问哪个Plan 是便宜点呢 那你就去计算 用2.5Gbps 的话呢 那你就计算Plan A和Plan B 分别用多少钱 那 用Package B 就是这个 基本上$150 那这个是2.75-1 200 乘2.75-1 为什么要减1呢 因为它 基本用2.5-1 为什么呢 因为它 它的 用量 就是2.5Gbps 头1Gbps 已经收到$150 所以这里 额外用多了1.5Gbps 所以1.5乘200 再加$150 今集到是$450 你发觉 这个Package B 就是 去到 2.5Gbps 已经收到$450 但是 如果你用Package A 的话 看看图 刚才你计算了 如果你用2.5Gbps 只要用$270 所以这两个数字 去比较 就发觉到 你用Package B 也有$450 用Package A 也有$270 你一定要显示个不等息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要比较两者数据的大小 Package B 的价钱是大 比用Package A 所以用一个便宜一点 就用回答句 He should use Package A 整个做法就是这样 由Package A 找回X和Y的关系 计算A2 就用2.5Gbps 用Package A 就收到$270 到Package B 用Package B 收费的头就是这样 然后就比较两者的收费 多少 好click 去甜点 家伙鳝 在这个铁切生素